欢迎收看有线中日组,我是聂淑宜 黄州市十个领导干部 涉及早前大规模迁移和陷阀数目被市民举报 黄东省几监委展开调查 多个官员被指失职失责被处分 有好运报道 很突然一说起荣市就,这个是广州文化 他除了生活上比较舒适的遮阴效果 还有一个也是引辱了我们广州人的性格 为什么广州人这么好脾气,为什么不会争 本身这个情景是荣树一直给我们港产人的一种 大家是一种舒服,人人之间的一种关系 对于广州人来说,荣树就好像家人一样陪着他们长大 不过广州市住建局去年11月就计划移除或者砍伐4300多棵树木 包括超过3000棵荣树 到今年5月,斩树的行动还延伸到观赏珠江夜景的著名景点 海珠区、斌江、西路附近引起不少广州人不满 纷纷在微博上发起,拥抱广州融树 广州请停止砍融树等话题 据了解,事件最终被举报至北京 广东省纪监委都成立了广州市大规模 迁移肯罚城市树木事件问责调查组 中纪委在12号公布处分10个广州市相关领导降部 其中市委副书记罗契经被党内警告 原副市长林道平被党内严重警告 政务记大过及免职 其他遭到免职的还有广州前任以及现任林业和元林局长 越秀区副区长,越秀区建设和水务局长 通报说,广州大规模迁移坎罚城市树木 严重损毁一批大树老树 破坏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 是典型破坏性建设行为 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和不可挽回的损失 另外,今月3号,广州原市委书记张石芙 以及广州原市长温国辉同日公布被撤换 亦被指与事件有关 有线电视记者由浩雲不得